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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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刻 他不得不承认他没有陆毅的胸襟和气概 这或许与他养子的身份有关 在陆家 他不能像陆毅那般无所顾忌 他要时刻紧急自己将军的职责 要以陆家的利益为先 如若不然 他会觉得心中有愧 会担心陆都军误会自己 而陆毅却丝毫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蓝夜在军营口处寻得陆光 见他深情落寞地坐在草地上 不知所思 他静静地坐在他身侧 关切地问道 怎么来这里了 你才刚刚醒 要注意休息 陆光见识蓝夜 笑了笑 道 无碍 我坐一会便回去 蓝夜侧眸看了他一眼 轻声问道 你有心事吗 我见你自从知道陆毅来了之后 便不开心 陆光摇了摇头 道 与陆毅无关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守在这里数月 还未攻下北上 害得弟妹射险 心底有些不舒服 蓝夜看着他 安慰道 不要这样想 你有你的顾虑 那时陆毅和齐家交战 你既要协助颜家攻打原家 又要暗中帮助陆毅攻克齐家 你又不是神仙 哪里有那么多精力 也不全是这个原因 蓝夜见陆光愁容满面 打断他的话道 我知道你的想法 你和陆毅的身份不同 你的顾虑要比他多 蓝夜转过身来 深情地看着陆光 继续道 可是陆光 你是否想过 你不过是庸人自扰罢了 人生短短数十年 何必想那么多 问心无愧就好 问心无愧 陆光重复了一遍蓝夜的话 他微微抬头 看着身侧的娇妻 瞬间仿佛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他牵起他的手 笑了笑 道 陪我回去吧 我有些累了 好 陆毅这边重新拟定了作战计划 今夏这边早已潜入北上 四人是以商人的身份混入 因谢萧家从商 四人有了许多的便利 很快便混进城中 今夏先是潜入了黎家 私自见了黎副总统 经过一番试探和详谈 果然和陆毅猜测的一样 黎副总统不支持副帝制 因为他和总统大人的意见不同 故而被困在黎家 今夏见杨月和黎副总统的身形比较相似 便让杨月假扮黎副总统留在黎家 而真的黎副总统被今夏带了出来 今夏让他组织人员反对总统大人的副帝制 造成舆论的压力 进而让他不得不退位 今夏忙完这边后 便开始在城中暗暗寻找大姐 然而 两天过去了 却丝毫不见长姐的影子 这一日 他正在街上闲逛 突然间看见一抹熟悉的身影在眼前掠过 他飞速地追了过去 然而 很快便又消失不见 今夏焦急地望着四周 大声喊了一句道 大姐 若真的是你 为何不来见我呢 可是 等了许久 依旧没有人答复 只留今夏一人 呆呆地站在当地 这一人都没有人答复